生命天使与你共同关心世界 天安生命就像互相 生命天使与你共同关心这世界 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 这四学们呢 在我们 我在古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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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江四学们呢 讲了四十天 就挂讲个十全门四十天 这个时候我就念个名词而已了 但是这个可是华严经的 最基本的教义 叫什么呢 十全门 我们如果把十全门 讲到每一个人的身上 每一个人都记住十全门 那时候你感觉着非常微妙 非常玄了 咱们经常有两句话 祝法因缘生 一切法是原生的 因缘生起的 那么祝法也是因缘灭 一切的生灭祝法 仅仅是个因缘而已了 离开因缘没有一些祝法 这就是法界缘起的重要的内容 那么以下呢 还有 如果我念念再念念十全门呢 它还有十种相应的 在华经书抄里头讲 十全门的 同时聚诸相应门 就是 佛法是一个整体 它虽然分了许多不同的法派 像我们仙宗啊 禅宗啊 律宗啊 教下呀 分了很多分门别派 或者选手啊 灵际啊 朝栋啊 不能分很多派门吧 虽然分很多派 它的内容是一个 一个内容 没有其他的 但是 这个含义呢 就是同时聚诸 相应 有时候佛说说的很广大 无量世界 尽虚空骗法界 那这个就大了 就广了 一位成的转大法论 那一个微成 跟这广地无奈的世界 怎么来比啊 广辖自在 广即是辖 辖即是广 自在无奈 这叫广辖自在 无奈门 一多相容不 无奈 一多相容不同门 一即是多 多即是义 义能容一切 一切即是义 再一个我们容易理解 如果我们这个讲堂 我们现在上千人 讲堂是一个 容拿正道的人 就是义 讲堂是广 但是容拿里头的是霞 广辖自在 一多相容 此即是笔 笔即是词 那叫什么呢 那诸法相同 诸法相同 至在门 秘密 隐险 聚成门 有的时候是秘密的 有的时候是显现的 不用说密宗嘛 就是我们禅宗嘛 说你 当你 说 茶门一炷香 顿超之弱 立正菩提 当你立正菩提 这个实话 你就知道了 怎么样立正菩提的 你正都才知道 当你不正 你怎么说 你也不知道 你不能明白 你用了几十年功夫 但是你正的时候 可是一念间呢 这是我们禅门的讲 在这一炷香坐下来 他开了屋了 顿超 直入 立正菩提 尹陀勒王警戒们 尹陀勒王是 第四天 一个他那个网照 那他有一个网 叫尹陀勒王 买一个网孔 具足其他一个网孔 因为他是光明的 他能设一切 脱四闲法 那我们借着匹喻 我们讲 夹这个闲 夹那个闲 闲什么 闲佛所分妙法 夹四来闲礼 就是这个意思 十四各法一成门 过去不是现在 现在也不是未来 十四呢 过去的过去 未来现在 现在的现在 未来过去 未来的过去 现在未来 加上一念 十种加上 这就十四啊 十四 十四的各式 每一世间的法 都不一样的了 十四各法 相隔的法 法门不一样 但是呢 一成一成 同时成就的 所以 这个普贤恨愿里头 这个不是普贤恨愿主要的啊 因为你要讲普贤恨愿 必须得讲讲花呀 你的大义呀 说这个都不懂 那你普贤恨愿 你就妙不起来了 普贤恨愿不是我们平常的法的愿啊 他的行 愿呢 愿是到你的行的 说我们修行 修行 修行是你的愿啊 所以有的法心愿要住禅堂 有的法心住念佛堂 有的法心去学教 那根据个人的意愿 对 你意愿不同 所以他的效果自然就不同了 所以我们现在要学普贤菩萨十大愿望 想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啊 我们学普贤菩萨十大愿望 达到不可思议的卸脱 任何境界都是卸脱的 卸脱就是无战无奈了 无拘无束了 这个是什么 怎么能达到呢 现前一面心 学普贤恨愿的 学普贤恨愿的 成就什么 成就现前一念心 现前这一念 修足十大愿 修足凡夫 从凡夫地 修走一切祝福佛地 这个中间包括的 非常广 这叫不可思议啊 不是我们的脑子 我们的心意 所能理解到的 我们这是读诵读诵 将来啊 未来达到这种境界 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 但是我们要把它看成极简单 就是我们每位的 现前的一面心 这一面心把它放出去 放到十方法界 无穷无尽 收回来 现前一面 就是我们现前一面 因此 你以这个心 来读华言的 普贤恨愿 有的道友以前也问过 什么是普贤恨愿 我说你现在所做的 吃饭穿衣行住坐卧 包括你饿食杀尿 全是普贤恨愿 他说不理解 我说 你念过精神品没有 他说念过 因为他是学华言的嘛 念过精神品 我说文殊菩萨叫我们 从那早期一睁开眼睛 到晚上睡觉 吃饭穿衣饿食杀尿 一举一动 都要发愿 中间两句是诗 第一个四句话 第一愿一定当愿众生 第四句一定称佛 那你上厕所 上洗手干 大小便是 当愿众生 气坦臣辞 捐出罪法 把一切罪法都编捐出了 不就成佛了吗 那说到睡觉 一时勤洗 当愿众生 深得难闻 心无动难 念念之间 从早前起来 一睁开眼睛 睡眠食物当愿众生 一切知觉周固十方 到晚上睡觉的时候 念念都在文术大智慧当中 自己是愿 文术字的普贤愿 两个是结合的 念念的你有智慧现前 智慧现前是你念念之间都在发愿 一举一动 一举一动 在文术菩萨大智当中 一举一动 在普贤的大愿当中 一致导愿 一愿其致 所以《华严经》的普贤十大愿望 道归尼弱 不可思议的 卸脱经驾 而每个人都要求卸脱 就是不要受居说 咱们人人都不要受居说 你怎么才能卸脱呀 假使你每一篇念念普贤十大愿望 都在卸脱当中 什么居说也居说不当呢 要说难 非常难 为啥呢 因为我们在谜的当中 要说易 那太容易了 容易到什么程度 就是你先前一念嘛 你动个念头就行了嘛 你把你念头 念念动的都是普贤愿 念念动的念头 都是文殊字 那你就是文殊菩萨 你就是普贤菩萨 所以你经常生烦恼 那你就得六道去了 就不是普贤也不是文殊了 所以 所以 保持一念 就是什么呢 我们禅宗禅禅的道友们 经常保持觉 观照 让你这个心啊 如何是我本来的面目 你念的心都追求我本来的面目 你这一念心 如何是我本来的面目 已经就是本来的面目了 等你究竟成就出来 还是现前一面 这是能锁起来 把他能锁起来 什么十大愿 现前一面 这是你一面心的限量景 这是你一面心的限量景 这叫限量景 限量景 清静 泄脱 自在 你就想去吧 清静 泄脱 自在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为什么我们说 你如果发个脾气 或者一不高兴 一面称心起 百万帐门开 也是一面 那一面不高兴 一百万个帐门都开了 也是一面 也是一面 但是 我们弟子